年关将近为了让民众安心好过年 台南市第三分局和农会合作 实施了防墙演练 警方这一回不习下重本 找来了市价超过3000万元的 劳斯莱斯幻影名车 充当抢匪的坐车 而这辆名车是警友站一名副站长所有 特别借给警方使用 而整个演练的过程呢 也相当的逼真袭警 把钱交出来 三名抢匪走进农会态度十分嚣张 把袋子扔柜台还对抠名枪 吓得人员乖乖就范 一伙人得手后大摇大摆 开着劳斯莱斯幻影名车逃离现场 殊不知人员早已记下 抢匪特征以及逃逸方向 远警获报立刻追气 发动围捕顺利逮捕人 原来这是第三分局和当地农会 为了过年实施的防墙演练 与农会安然办事处合作 实施防墙及拦截围捕演练 由三名刑警假扮抢匪 驾驶劳斯莱斯幻影 致农会行抢 为了演练不惜下重本 汉警友会副站长借了价值 超过三千万的名车劳斯莱斯幻影 不过民众看了笑说 都开名车了哪里还需要抢劫 这么有钱开这个车还要去抢劫 那就开这个车去当就可以了 不要这样以身试法 画面挺漂亮没有错 可是会造成远警 在远连过程当中心理压力非常大 为什么 这么高级的车子万一开到的话 谁赔得起啊 除了名车 警方也加入起跑枪当作音效 增加临场感 年关将近 民众如果提领大量现抄 可向警方申请护钞或是代管服务 钱不漏白保障安全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